作詞曲 李宗盛 昨夜的 昨夜的星辰已墜落 消失在遙遠的銀河 像激情 偏有一忘記 那方愛 換來的時寂寞 愛是不變的星辰 愛是永恆的星辰 絕不會在銀河中墜落 唱一陣那份情 那份愛 今夜星辰 今夜星辰 依然閃爍 今夜的 今夜的星辰 雖然閃爍 雖然閃爍 像眼神 點燃 愛的火 想得到 天又怕失去 那麼愛 深深 滿載心溫 愛是不變的星辰 愛是永恆的星辰 絕不會在銀河中墜落 唱一支那份情那份溫暖 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阿财这个笨蛋捅这么大屁股 上上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也绝了什么事都凑到一块 你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我真的搞不懂你 你怎么会下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你这个决定下的不是时候 你想想看 这 你们俩努力了半天 这不是白努力了吗 我黑锅背了半天也白背了 说不定我背的是小锅还会变成大锅 我跟他解释过了 我们离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啊 事实上我们两个是没有关系 没错我们是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你离婚你怎么办 很简单啊我就过我自己要过的日子嘛 说的简单怎么过 你跟我不一样 我是只有一个人你呢 不可能嘛 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离了婚我不就一个人了跟你一样啊 我可以找一份工作嘛 想得简单 你ugi 你忘了我们在小河里捞叶子的事情了 你不是说你不信这个邪吗 我说我就像那叶子一样 被环境所左右 你说 你把那叶子救起来 就等于把我救起来是一样的 你的意思不就是要我跳出这个漩涡来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两个好好的 你 你无耻 你卑鄙 建邦 我明天就找律师跟你离婚 建邦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 明天你就跟我律师去联络 你不要走 你要有什么条件 直接跟我律师谈 我不是要跟你谈条件 我是要跟你谈今天的事情 你还有脸跟我谈今天的事情 孤男寡女 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谈那些话 你以为我是笼子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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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邦 周建邦 你不要那么自负 你不要那么有确定的认为 你所认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好不好 好 好 没关系 你说我主观也好 我自负也好 我今天做的决定我不会改 你会后悔我不会后悔 我后悔 就凭你今天这个样子我后悔 我告诉你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后悔 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摆布 为什么我要做你的傀儡 告诉你 我看透你了 这些日子 我受你的精神诊 我已经受够了 足够底下我所做错的一件事情 我很感谢你 感谢你明天让你的律师来跟我谈 你不要自以为多了不起 我会舍不得放弃你 你放心 我不会后悔 而且你明天律师来的时候 我会跟他签字 而且我无条件签字 孙志愿 干嘛 你有意见是不是 你想借这个机会捞一票 来个人才两得是不是 中间吗 你是个混蛋 你是个白痴 你你才是白痴 我告诉你 你的设计 你白费心机了 你除了能够得到他 你希望在我这边得到你的好处 中间吧 中间吧 好 吴云强 对不起 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害你 算了算了不要谈了 刚才听说你要签字 我想阻止你 劝你不要那么冲动不要离婚 没想到让他以为我想从他那捞一票 有钱的人才会这么想 别人都想从他那捞一票 真是无聊 还我以前的脾气 还我以前的脾气 你今天真的很有风度 风度 好 我是让他一巴掌给打耍 我招心惹谁 算了算了我不想在这个街滚 再给你添麻烦 我认 吴云强 你给我说 你给我说 我是没有错 挨打的是我 挨骂的是我 说弱的也是我 有理没理他都是对 他值得同情 他值得原谅 我怎么做都不对 我说什么好呢 你呀 你也认 你也不要想超出这个漩涡了 我呢从现在开始 我也不会多说一句话 不会多管一件闲事 吴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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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怎麼樣?會不會想要吐?頭會不會暈呢? 大叔,他需不需要住院? 如果沒有腦震盪的現象,來換藥就可以了 好,謝謝啊 我送你回家吧 我後悔,就憑你今天就要死我後悔 我告訴你,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後悔 你不後悔 我看你後不後悔 喂,陳律師 我是劍方,我以前事情小麻煩 最後,是他讓我找律師來跟我談 他還說他絕不後悔 他不後悔,我才是不後悔呢 他怎麼會變得這麼沒有風度 風度,平常的風度根本都是裝出來的 今天可原形必弱 要不是他動手打無印強的話 人家也不會出車禍 還好不嚴重 萬一要是有什麼的話 那我不是一輩子對不起人家了 事情弄到這個地步 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就看劍邦怎麼決定吧 不過 萬一他要是後悔了的話 那你 爸 我可是已經看透他 他是說無條件離婚 你就照這個原則辦法 如果他有什麼條件的話 你再打電話告訴我 如果他真是做得這麼絕的話 那你就搬回來好了 正好陪陪我 爸 你不是說過 那是從前的情況嗎 那時候我是不希望你們鬧僵了 所以才不讓你回來 可是現在我怎麼能夠眼看得不管 爸 家對你們年輕人 平常也許看得沒那麼重 甚至於感覺到這是一種約束 還借機會想離開 可是有時候在外邊 你們遇到了暴風雨或者淚的時候 或者是摔倒了 受傷的時候 只有這個家 才是你們避風雨的地方 它可以讓你們好多的休息 養足了精神 再出去闖 家 門永遠是為著你們開的 隨時隨地都可以開 知道嗎 爸 我早就想要回來 我早就想要回家了 那太好了 我也想你回來陪我 尤其是現在 爸 我一定會回來 我一定會回來永遠陪在你身邊的 好 好 等我的體力恢復一點 我帶著你去爬山 帶著你去河裡摸蝦 爸 這才是我的好女兒 乖女 我希望我的女兒都是快快樂樂 都是 爸 爸 爸 不要緊 我真恨我這個老毛病總是不好 不知道還能不能陪你爬山 能的 一定能吧 我 只要您可以好好休息 一定會好起來 一定會好 好 好 我扶你回房休息去 不用 沒有關係 我支持得住你 你要早點睡了 萬一你再累病了 那我們父女兩個 真是成了同病相連了嗎 蘇月 不要再煩心了 早點睡 明天還有新的希望 還有新的開始 好 爸 你們自己要多保重 一定要多保重 我會的 我會的 好 早點休息 好 早點休息 阿強 你就這樣背他異常 把你勾悶了 你要是我的話 早就上去 狠狠的做他一頓 看他神氣還不神氣 你吃啊 吃完啊 你光是悶在肚子裡面 握什麼去 沒有關係啊 要是你怨不下這口氣的話 想要回來 我馬上跟你去賭他 你吃你的掃落掃 你變了 你以前不是頂性格的嗎 像話長得是親修理的 看起來表面很有轟度 很有氣質 其實 火屁 看安地不是耍煎的 玩硬的 很多人都很容易上他的當 你能不能不說話 我們是好兄弟啊 我不能看你 白白讓他剝了一下火光 是願望的 好啊 滾滾滾 你不要管我的事好不好 吃完了你就滾了 好啊 我滾 我不管了 來 兄弟啊 你到底吃不吃啊 你說吧 像他那種人 我最恨 我才啊 邱世穎很聰明 會想跟他離婚 如果那些 噴到那些笨女人的話 看他長得那麼帥 被他騙死了 餓死都不曉得 活該 來 香果面 這種人 長得雖然不只我樣 普普通通的 但是我們現很好啊 特別 為什麼都沒有看見 當然啊 你比我好一點啊 可是你跟那個 新車的比還差一點 我敢說 很多人 不會再等他們離婚 我是感覺上 也跟你不配啊 配你的頭啦 我說的是真的嘛 如果邱世穎嫁給你的話 總比那個跟新車在一起幸福的 你也玩我啊 你人性好 又那麼爽 只是沒有錢 人長得比較差一點而已 其實 我看你跟他最相配的 混蛋 如果邱世穎真的 配給你的話 那阿香不是厭話了嗎 我看 緣分吧 邱世穎 請坐 你請坐 好一點沒有 還疼不疼啊 好 請坐 幹嘛變得這麼客氣 你都是因為我 才受傷的嗎 不要放心了 昨天晚上 你一定一夜都没睡好吧 我几乎一夜都没睡 越想越觉得对不起 从一开始就给你惹麻烦 到了最后还惹着你 不要去想他就好了 我怎么能不想呢 坦白说 这些日子里 我一直都在依靠你 你的坦诚 你的热心助人 让我看到人心善的一面 算不了什么 怎么算不了什么 你不要老是小看自己吗 不错 说起来 你在这社会上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是很平凡 可是你的人格 你的行为 要比起那些自民不凡的人 并不比他们差呀 他们自私 虚伪 互相拆解 而且狂妄自打 勾心斗角的 你把他们说得太坏了 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们哪会像你这样子 那么容易的就不爱问别人 就去原谅别人 你又把我说得太好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这么好的朋友 我也不用当面的夸奖你 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打周建邦一耳光看看 看他什么态度对你 他一定马上去找律师告你的 陈律师 如果他告我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那要看你验伤的结果 不过一个耳光 还不至于造成重伤害 很可能是庭外和解 如果说是 把他耳朵打笼了的话 那又令你当别论了 我还没有那么狠 不过听完和解的话 是不是要赔偿 那当然 只有花强消灾 这不是又给吴印强 一个敲诈我的机会吗 不过 你可以考虑 反告他妨害家庭 只要有证据就好 算 家庭不可外扬 邝姐 也没有这个必要 可是 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你承索是办法 不过最主要的 要先办好离婚手续 我会马上跟您夫人联络 你看得好了 他绝对不会吃亏的 他一定会把他自己保护得好好的 你啊 就是太不会保护自己了 你会吗 我啊 我要是会的话 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本来就是 每个人都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 不肯吃亏 那还交什么朋友 人跟人之间不要来网了 我宁愿不要保护自己 吃点亏认了 是啊 现在像你这种人 太少太少了 就即使有的话 人家也把他当个二百五 当个傻瓜看 我宁愿当傻瓜 我也不要自作聪明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聪明反对聪明误 你现在不要再自作聪明 还来得见 如果 昨天妈妈没有马上找律师 跟你谈的话 你就不要逼他了 不要再将他军吧 他会将我军的 还是没有人接 他一定跟吴英强在一起 在涉及我 陈律师 我麻烦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赶快办妥 我怕夜长那么多 我会尽快就是 不过 要是最后 您夫人要是回心转意呢 覆水难受 我相信没有一个男人 能够忍受 我想 他现在一定后悔 你要不相信的话 你赶回台北 他现在一定急着到处找你 你真的这么疼宏大人 到现在你还帮他说话 当然 一个男人连这点度量都没有 还算男人 从来我想了很久 我在想 如果我是他的话 碰到这种情形 我一定也会误会 说不定我表现的比他还糟糕 你再想想看 如果他不爱你的话 也许他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建议你 赶快回台北 可是 我还要陪你去换药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我自己会去 你赶快回去吧 好 我听你的 可是那你 没关系 这点小伤很快就好了 那伤好了以后呢 找工作 我不能这样一直混下去 我想通了 一个男人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应该替自己负责任 踏踏实实的过他的日子 开创一番事业 好开心啊 听到你这么说 其实说起来 我还得感激董事长 这一巴掌把我打醒 以前啊 我都是做英雄梦 处处认为自己是英雄 结果是狗熊 不 你现在才是真正的英雄 是不是英雄无所谓 我只要踏踏实实的 做人 哪怕做一个最平凡的人 你有福气 但愿我也能够这样子吧 会 你不要灰心 一定会 那我走了 你要记得去换药 再见 再见 早点回台北 多保重 我想 这么做是对的 吴英强,你错了,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对我好,可是你不知道,你又把我推回到从前的日子里,你为什么把那片叶子捞起来,又丢回去呢,还让我在那漩涡里打转。 你永远不会明白,我要离婚是因为林天峰,是怕再伤害到周健邦,可是这种情形,我能够跟谁说呢,我不敢再坦白地说出来,我不能够再犯同样的错误。 医生长,你想不想去看看他,他活该,不管怎么样,你也是从小把他看到大的,去去去去,你晓白我,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了吗,如果他有什么事,就叫我赶快来告诉你,你还要好了差, 差一个人,真奇怪,你变成真话,你要杀负到别的面前,我妹妹怕你,我可不怕你,为了你女儿就跑来这无力群啊,是敢瞎了眼看作人啊,今天帅你运气,你哪要给我离开就,滚,我救你管, 你听到没有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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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说人家老没人接电话,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说我去看看吗,你不肯 你去看有什么用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一直会给他增添麻烦 你现在是怎么搞的,跟你老爸老妹一搭上线你人都伪了,什么事情都考虑东考虑西的,我设计那些东西摆在那边,也不去动,整天大家窝在这里大眼瞪小眼的干嘛 你急什么嘛 急什么 你到我学住啊,我们现在不赶快去找些财路的,我们怎么创业啊,不要说创业了,在这都住不下去了 这个我会负责,用不着你操心 好好好,你负责,什么都你负责好了 我这两天已经够烦的了,你不要再烦我好不好 你烦,那我们拆伙好了,我自己干 好,我去拿来 苏妍,回去以后,就打个电话来 还有手续一办好,就赶快回来好了 我知道 那我走了 好 少爺 爸 爸 您自己身体要多保证 要是胃疼得厉害的话 赶快打电话给我 让阿清博先送您上医院去 你放心好了 不会有问题的 你好好的照顾自己就好了 走吧 快去快回来 对了 如果说这两天阿清博有空的话 让他抽空去看一下无印墙 人家这一次受伤 总是因为我吗 好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好 那你跟邱世云做件事就这样玩啊 当然 我真想不通 他现在马上就离婚了 他一离婚 里面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啊 放你个屁 我们现在就不光明正大的 是啊 也没有什么 可是以前别人 都是嫌眼嫌疑的 现在他一离婚 谁也管不着啊 不是别人管着管不着的问题 我们自己要管我们自己啊 对的就去做 不对的不要做嘛 那你感觉最近是不是对了 当然 那你那个我光是白爱的 车子也白状了 那你到最后 什么也没有捞到 我本来也没想捞什么啊 烟旺啊 也好 这样也许阿湘比较有希望 屈你的蛋 我吴云强是那种人吗 那头没捞到我就找这头啊 我告诉你 我才不会再去惹这种麻烦 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提这事儿 好好好 我不理 妈 妈 我回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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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妈 你看 我撤掉了好不好看 妈 你怎么了 妈 你看 你 你看 妈 你这是什么样子你 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样你 妈 你看好不好看嘛 台北好多女孩子都穿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也买一件啊 妈 妈 这 这个月的薪水啊 嗯 妈 你去台北没多久了 你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再这样下去我就叫你回来 妈 妈 我没有病啊 我只不过是穿一件新衣服而已啊 我只不过是穿一件新衣服而已啊 你以前的衣服不能抽了 以前的衣服都比较土啊 以前的衣服都比较土啊 我过去换掉 妈 我不要换 你这个塑造换掉 新衣服啊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来 先坐下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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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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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想看到你 是你笑什麼 被我髒洗洗 留著鼻子的樣子 那是我最熟悉的 也是我最愛你 最疼的小土豆 可以可以 張張 我兒子 我兒女兒 四歲了 話都說不清楚 整天等著兩個大眼睛 到處給我吵 我大 我罵你 你屁股頭 我醒了 你哭 我跟他哭 後來 後來你不在我身邊 你變了 變了完全不像你的樣子 你也不會再叫我神嗎 我在看你 你罵我是破 你叫我走 你不再是我兒子 是我最疼的最愛的兒子 媽 我是你女兒 我是你女兒阿湘啊媽 媽 我再這麼變 你變不成兒子啊 對 對 你是我的女兒 我是我女兒阿湘 我不要你變 我不要你變 媽 你真的求 阿湘 我不要你變 我不會變 我不要你變 媽 你發燒了耶 好燙啊 走 我帶你去看醫生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是感冒 睡一下就好了 不用了 不是 阿清 你來幹什麼 我 我陪我妹兒阿雲 到台下 看吳應槍 他也要我來看看你 我死不了 你說吳應槍在阿財呢 是啊 他被妻子撞得鼻青臨虹 你說什麼 你不誤會我 我已經很感謝 不敢麻煩你就來看了 好 這是應該的嘛 而且素雲林走的時候 他交代著 謝謝 其實他才應該謝謝你 這個 老公 這什麼意思 你還要換藥嗎 那花不了多少錢呢 這一點 這個你就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不可以 不可以 吳應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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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清 你可回來了 邱伯伯這些天哪 真是想你想 吳應槍 你怎麼被撞成這個樣子 你又不要害我 有沒有 阿清 都是 都是你的寶貝娘惹的貨 你走 你走 你走啊 我不要你們再來惹他了 你們每次都給他找麻煩 阿清 怎麼 我又沒說錯 自從你跟邱淑雲來往之後 什麼事情都不順 簡直是倒了八輩子的妹了 阿清 怪物我媽當初就叫我 不要跟邱家的人來往 阿清 你 好啦 你不必哄我 不必騙我 還是要把我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 邱淑雲才是你的女兒 我陳秋香不是你的女兒 你用不著要關心我 去關心你的寶貝女兒 去 去袒護大腦了 我也一直很關心你 很心疼你嘛 不必 阿清 你 老爺 不要急 老婆 阿清 你真的約我們老爺 要不是他身份住院 我們老爺次找你 他真的很關心你 好啦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我們回去 我 我們回去 好好 好 吳眼嘉 你有什麼困難儘管來找我 不要客氣 是 你們慢走 好 你看看你這個德性 你穿的什麼東西 臉上畫的什麼樣子 臉上畫的 滿臉上畫的 那就得性 你幹嗎 她把你害成這個樣子 你還不死心 稍微被打那耳光 還沒把你打心 你扛住了 我 我聽阿清伯講說 舊書穎要離婚 是不是為了你 我告訴你 你做這種事情是缺德的 你有還沒完 人家只是好心要告訴你 你這樣做會報應的嗎 你看 現在都已經被車撞成這個樣子 還不相信 對 對 報應了 我撞死最好了 我聽他 我又不是來跟你吵架 人家只是好心來看你 為什麼要嫁成對我 我買這個衣服還不是為了你 我知道 你嫌我吐 你喜歡邱淑雲嗎 拜託好不好 邱淑雲是邱淑雲 你是你啊 你再怎麼穿你也不會變成邱淑雲啊 我為什麼要跟邱淑雲一樣 我這輩子也不要跟他一樣 他有過孩子又離婚 你喜歡他 你全知道 你再這樣下去 下次就不能撞小嬌車 是撞大嬌車 你撞死我也不能管你啦 哎呦 呸呸呸呸呸 掃吧 烏鴨子 神經病嘛 好好的阿翔你不做 做什麼求求你啊你 怎麼到現在 烏濑電話還沒打來呢 難道 難道 難道是他又變卦了嗎 周家 還有這裡 沒有一個地方 是真正我的家 我多希望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家 我努力過了 周家芳 你絕不會了解 如果不是林天鋒的出現 我可能不會這麼快去下這個決心 也許是天意吧 也許 沒想到 現在我變成了這隻鳥 周家芳 周家芳 你不該這麼過分 我已經一再地忍耐 我矛盾過 我掙扎過 我幾乎已經可以 你 你為什麼非要逼我走這條路呢 你不能怪我會那麼衝動 當時 壞任何一個人都會像我一樣 可是 現在 現在 誰將我們之間 真正地有了第三者呢 他們真的會離婚嗎 我把他比作是那片葉子 又把他撈了起來 我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 滿足的 贈贈 老闆 是 這人很可憐 沒有呢 連他穿過 那這隻手 誰啊 是我 你什麼時候回來 電話也沒人接 還以為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把爸爸送回去了 哥 我覺得你最好有空的話回去看看爸爸 爸爸這一次的病 我知道 老毛病 時好時壞 可是這一次比較嚴重 你最好能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要不是上次發生那件事情 我可能厚著臉皮回去 現在 喂 是 妳哪位 妳等一下 陳律師 喂 是 我就是 對 我回鄉下去了 好 好 明天早上十點 我在家等妳 好 再見 什麼事情 沒什麼了 沒什麼 妳不要騙我 沒什麼律師會打電話給妳 她是不是周建邦的律師 妳快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她是不是找妳辦離婚手續的 哥 我已經答應她無條件簽資 我希望妳不要管這件事情好不好 妳 妳 妳怎麼那麼笨啊 真是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了 欺人太甚了是妳妹妹 是吳應強 不是我 我一次一次地容忍 結果最後提出離婚的還是她 這能怪我嗎 就算是她先提出來的好了 這也是妳逼她走上這條路 我太瞭解妳了 妳冷靜 妳會設計 妳做好心情 讓人家往裡面跳 然後妳還表示妳是被動 妳是無辜的 陳律龍 妳不要吳應群喔 難道她跟我們一強在一起 也是我設計的嗎 如果不是妳設計的 妳為什麼早不自准呢 妳以為妳這樣做是什麼目的 我不曉得 妳一步一步的提 嚇得太好了 妳先縱容他們來晚 然後又故意分去 給他們製造更多的機會 以達到無條件離婚的目的 對不對 然後這樣妳就可以完全不負責任 毫無損失對不對 妳 妳 我 妳 我怎麼樣 我說的沒有錯 我告訴妳 素雲會上你的當 我可不會上你的當 我上次就告訴過妳 這件事情我管定了 妳休想 素雲跟你無條件離婚 邱偉龍 妳很聰明 妳妹妹不要條件 妳要提出條件 是不是 妳想借這個機會從我這裏撈一筆 邱偉龍 我告訴妳 休想 妳 妳什麼妳啊 妳馬上給我離開這裏 妳要有什麼事情 走歷史坦 不要待在這裏 浪費我的時間 好 我們走來吵 我們走來吵 先生啊 妳真的要跟太太離婚啊 這不干妳的事 是 事不關我的事 可是我覺得 太太她真的很好啊 而且 老太太也很喜歡她 如果妳真的要跟她離婚的話 老太太從美國回來知道 她一定會很傷心的 好了 好了 妳去忙妳的吧 先生啊 妳不要嫌我多嘴 我覺得夫妻之間有誤會 妳們就要想辦法去化解啊 不要弄僵了 這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 妳自己要好好考慮考慮 剛才 舅老爺她說要提什麼條件 妳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啊 把她拖一陣子 說不定過一陣啊 就沒事了 好了 妳不要煩我了 我只是覺得很可惜 好好的一對 梁嫂 如果 我真的跟太太離婚的話 老太爺老太太回來的話 妳可不要告訴她 妳可不要告訴她 我 妳記住就好 是 唉 我找陳律師 陳律師 我是建邦 我要再提醒妳一下 明天如果談的時候 妳一定要堅持原則 她堅持她的原則 我們也可以堅持我們的原則 不管怎麼說 絕對不能無條件就簽字了 那太便宜她了 哥 妳可不可以不要管這件事情好不好 我怎麼能不管妳 妳是我妹妹 我怎麼能眼看著妳吃虧上當 也不能這樣輕易地就勞過她 一定要她付出代價 妳不瞭解嗎 我太瞭解了 我瞭解妳 我更瞭解她 對了 我先問妳一個問題 妳要坦白告訴我 妳跟吳映祥是什麼關係 有沒有把柄落在周建邦手上 哥 你 這個很重要 我們必須在法律上站著路腳 妳坦白講 我 妳能不能確定 在周建邦手上 有沒有不可告人的證明 哥 妳 妳根本在侮辱我 我告訴妳 我跟吳映祥 根本就是清清白白的 我坦白告訴妳 我這次要離婚 絕對不是因為吳映祥 是因為妳現在的好朋友林天鋒 妳在查妳 小兄 幹什麼 妳爽啊 我問妳 妳想找蘇映祥麻煩 我沒有找她麻煩 我只是去看看她 不要這樣走 不好看嘛 幾個 要是想拿以前的關係來威脅 妳就瞎了眼了 我哪裡有威脅 我想補償她都來不及啊 我去看她一次 也是好意 好意 你會在樓下臉上 還故意說有第三者 提醒她會出問題嗎 我說的是實話 她是周建邦的太太 又跟吳映祥在一起 當然會有問題 放屁 不要想借這個機會來敲詐她 秋葦 你真沒有把我當朋友看 你對我說這種話 我要是有那個心的話 我出去被車撞死 你真的沒有 你不相信我還談什麼呢 我上一號可以吧 我來 愛你 誰 你有呢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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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Transfer 我已經當面問過林天風了 他發誓他沒有那個意思 看一下他不會騙我的了 你放心 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急得無條件簽字了 好啦 你已經夠對周杰邦夠意思的了 他要是再逼你的話 我替你出面 明天我就陪你去見他律師 一般的離婚協議書都是這麼寫的 請你看一下 如果沒有意義呢 就正式打字 一試三份 由律師做見證人 雙方當事人簽字以後就生效了 當然啦 我們也是勸和不勸離的 所以希望雙方最好慎重的考慮一下 不要因為一時的義氣用事就簽字 你們這樣就覺得心安了是不是 不傷得了是不是 以防不得向賈方要求任何精神賠償 極善養費 這不等於無條件離婚嗎 周董事長說 這是夫人親口答應的 所以 他答應 我不答應 他答應 我不答應 欸 哥,你 什么,让他给撕了 是啊,我发现他哥哥根本就不可领域 他最后还一直强调,要离婚可以,必须要有条件 他一定是跟吴艺强,串通一气的 也有可能,不过我一直坚守您的原则 所以跟他根本就没办法谈 还能找回趁机逃掉的那一字 配成一对吗 你不要怪我撕了那一份协议手 我也是故意撕的 那算什么,一张是几个字 就把你这些日子手受的折磨 就一笔勾销了 这些都是我答应他的,怎么能够摔 没有签字就不能算答应 好,结婚那么麻烦,离婚就这么简单啊 你听我的没有错,你不要傻了 凭良心说 为你想,我并不希望你离婚 可是实在要离的话,也不能无条件就离了 那就暂时先拖他几天好了 我是不会答应他任何条件 免得便宜了吴印强 和他那没出息的哥哥 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是没出息 好像我们非赖上周家似的 你也要为你自己多想想 离婚以后不能为你没有一点保障 况且以周家的环境来说 他也不是负担不起 为什么要放弃 哥,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些 我这是为你好啊 又来了 从前你也是为我好 非逼着我嫁给他不敢 现在又是为我好 让我提出条件拖得不能离婚 哥,我已经这么大了 你就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组 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好不好嘛 你要是真的关心我 你要是真的爱我我的话 你就不要插手管这件事情 你真的把我脚乱了 你知不知道 不管有条件也好 没有条件也好 甚至于跟周建邦离不离婚 你都让我自己考虑 让我自己来决定 可不可以呢 哥,如果说 你真的是很关心我 我会选择一条最好的路 最冷静的路 让我自己去穿 你放心好了 说真的 你要是真有那么多时间 来替我费心安排 还不如多留点时间 为你自己安排安排 你不要动不动就提醒我这一点 意思是我有所好想 我意思不才 我无聊 我多管钱是对不对 好 既然你不领情的话 我就不管 实惠上当是你的事 我 哥 哥 都乱 都把我脚乱 我到底是 我到底是离还是不离呢 他这样拖着不办手续 是不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我 我能原谅他这件事吗 如果真的离了 爸妈回来又怎么办呢 我 谢谢 对 实际下 书云 书云 我只是求你帮个忙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书云 我又不是不还 坦白说 我要是有家 有亲人的话 我也不会向你开口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知道 你一定误会 我是来威胁 乔诈你 我真的不是 我只是来求你 你还有脸来求我 对 我是没脸求你 我明白 你一定还在恨我 可是说坦白的 当一个人经过打击 经过教训以后 他是会改变的 是 你是改变的 你变得更卑鄙 更下流 你骂我好 你打我都可以 这是我应该的 是我制造的 我不会怪你 我真的不会怪你 书云 从我又看到你那天开始 我就一直在想 想我们的过去 也想到现在 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没有过去 我们更没有现在 你说的对 过去是我在辜负你 现在也是我在打扰你 这些我都承认 我真的承认 我是应该受到惩罚 我是应该有报告 我 我会到今天这个地方 是我活该 是我自动念不可活 书云 我求你相信我 我不是一个自甘下流 自甘够落的人 我只是一念之差走错了路 我真的想回头 你 你不要妄想 你 你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敢妄想 能再跟你在一起 我只要要求我自己 振作起来 重新开始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迎向正路 但愿如此 我说的是真的 我要是没有反省 没有自觉的话 我也不会来打扰你 虽然从前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可是在我心里头 我一直把你当成 是我最亲近的人 否则 我也不会来求你 自我一辈之力 我发誓 我真的发誓 我绝对不是 利用我们以前的关系 来威胁你 昨天晚上 伟龙跟我说那些话 我心里很难过 我没想到 我会给你这种印象 书云 我现在是掉到水里头 快淹死的人了 你只要丢一条绳子 你这就可以救我了 你难道这个都不愿意吗 你不要再说了 但愿 我能有勇气救你 是哦 结果人没救起来 自己被拖下水淹死了 也就是这种 持有勇气不顾后果的人 树云 林天风 我不能救你 只有你自己 才可以救你自己 好 那我就靠我自己 我自己想办法 也许不是你喜欢的办法 再见 也许不是我喜欢的办法 喂 我是邱思云 陈律师吗 麻烦你准备一下 请你通知一下周建邦 明天早上十点钟 在你办公室 无条件签字 爱是不变的星辰 爱是永恒的星辰 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 尘异着那份情 那份熬 今夜星辰 今夜星辰 依然闪烁 我是牵 还是不牵呢